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 那跟各位先拜个年 祝各位兔年快乐 还没有生小孩的早生贵子 祝大家灵命今年的都很大的增长 财源广进总是少不了这句话 那今天呢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呢 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主耶稣呢对天父的祷告 祂要上十字架以前的这个祷告 这里面有隐藏了许多的绝密天机 过去呢我已经分享过几堂 今天呢我是要把它做个完结篇 约翰福音十七章呢做一个总结 我们就先回顾一下 之前呢我的分享 我们的往下 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呢 是被称为至圣所的经文 就是说在所有的圣经经文里面呢 你如果把它当作外院内院 个圣所至圣所的话呢 约翰福音十七章呢 是当之无愧就是至圣所 这里面呢就是神的儿子呢 耶稣呢跟父亲呢 就在他隔天就要上十字架了 就在那个时候呢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 这个就非常重要的祷告 不只牵扯到门徒也牵扯到你跟我 还有牵扯到这整个未来的 那个神的国度 所以这是里面有非常重要的 隐藏的这个绝密天机 表面上看起来 他那个话语啊 好像呢 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很容易看得懂 可是到底在说什么 里面到底隐藏了多少重要的荣耀的保障 为什么说这篇的经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约翰福音17章作为至圣所的经文 因为非常隐秘 这个话语表面是很直白的 但是他里面的意思是很隐秘的 就好像在至圣所里面 你就单独对着父神 对着月贵诗人桌上面的耶和华神呢 只有你跟他 耶稣就把他的整个心意 整个愿望 整个祷告的心愿呢 被父神全部藏领 那我们呢 来回顾一下 第一节到第八节的一个摘要 各位自己把这个手机 或者是你自己圣经里面 约翰福音17章 先把它调出来 因为那个经文很多 我就不足以的念 但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 这里面一开始就不得了 为什么一开始就不得了 因为一开始他就跟父求说 父啊求你荣耀子 好让子也荣耀父 这句话一开场就很惊人了 不只是要求父神荣耀他 他甚至呢 要求父神荣耀到他 到一个地步是什么 创世以前 我跟你同享的荣耀 这不得了啊 所以这里面就 告诉了我们什么 就说第一个耶稣不只是说 求天父恢复他的荣耀 而且恢复那个荣耀的等次 要照创世以前跟 父神同等的 那个至高等次的荣耀 哇这一开场就真的很惊人了 那么他既然做了这个导就表示说呢 他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存在了 这个就对于说所谓的耶和华见证人啊 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异教说 耶稣不是神啊 一竿子就打下来了 创世以前啊 什么都还没有被创造以前 他已经跟父神同在了 他们还说耶稣不是神 这个是讲不通的道理 所以在创世以前跟父神已经同在了荣耀 那个最高等次的荣耀 可是呢为什么要恢复 表示说他已经被降碑了 就是他在天上创世以后 四千年在天上被降碑 降碑完了再到地上再降碑 降到最碑就是降在十字架上面 死了 那个是自碑 自碑了以后 然后呢上帝垂听了 因为他完成了荣耀的呼召 完成了荣耀的救恩的使命啊 所以呢父神呢就照这个约翰佛十七上一开头的祷告怎么样 在菲利比书那边告诉我 父神就把他升为至高 从最低最低最卑的 升 直接升到最高 The Most High 跟至高神同等啊 跟诸天至高者的右边 就坐在最高的神的导座的右边 The Most High 就耶和华父神的右边 一开始就不得了 然后为什么说你荣耀 只有好能够荣耀父 因为耶稣所 他讲的那个父啊 除你荣耀我 意思就是你把我复活 他上十字架不只是受死 他把整个生命交付给父神 全心全然相信父神 到时候会借着圣灵的 荣耀的圣灵的能力呢 把他给复活起来 为什么 因为他复活了以后 他带着那个荣耀的身体 跟他上十字架以前的那个身体是不一样的 他是带着复活荣耀的那个身体 而且那个复活荣耀的那个等次 是到了至高神的等次 好让子也荣耀父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好让你把我复活了以后 复活了以后 借着你所赐给我的 那一个赐给世人永生的权柄 我再讲一次喔 就是说你把我复活了以后 你把我荣耀了以后呢 我得到这个复活荣耀的身体以后 被复活了以后 那个至高神的等次呢 我就把呢 父神祢所赐给我的 可以赐给人 赐人的那个永生的权柄 拿过来使用了 拿过来使用呢 我就把这一些呢 信我名的 就把他们给复活了 让他们也得着 这个复活荣耀的身体 以此这样子呢 来荣耀父 因为呢在创世以前啊 他已经跟父同在了 所以就算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所讲的呢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嘛 父啊 在自己怎么样有生命 就是说这个天父 本身呢就是生命的泉源啊 你就想像长江的源头啊 那个源头是有一个泉源 一直冒水出来了 才会形成长江这个大河一样 生命有一个泉源的 耶和华神呢 叫父神在他本身呢 他就是生命的第一因 他就是生命的起源 就是生命的一个源头 没有他就没有生命 在他自己有这个生命 也是生命的赐予者 也是生命的起源 同样的耶稣呢 在创世以前呢 父呢也是赐给他什么啊 在他自己有生命 他照样照值 父怎么样在他自己里面有生命 他也照样让值有生命 在他里面有生命 就是说这个父啊 本身有的永恒的生命 生命的源头 这样子的这样的要值呢 同样的耶给祠 耶稣在创世以前就给了 因为这样子他 在他里面自己有生命 可有这个永恒的生命 所以呢他被复活 被荣耀的复活以后呢 他照样呢可以使用 先父给他的永生的生命 在他里面他可以赐给 凡心他的复活 然后赐给他们荣耀的生命 这样子呢就来荣耀的父 所以这一开始就已经不得了 再来呢 我们再往下 好我们再往往第二个slide 这里面呢另外呢 他这个祷告 第一节到第八节祷告 还有很重要 他告诉了我们 透露了我们什么叫永生啊 刚刚我们讲到说 他在自己 父在自己怎么样的生命 照样让值 在他自己就有生命了 因为他自己有永恒的生命 他是可以赐给我们 信他的那永恒的生命 在复活了以后 这就牵扯到什么 永生了 永生 Eternal Life 圣经里面讲的最重要最重要 最重要 就是永生啊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就总结了圣经嘛 对不对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爱子赐给他 叫他不是灭亡 反得什么 大家一起讲 永生啊 永生啊 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啊 可是呢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 就进一步解释了说 到底什么叫做永生啊 Eternal Life 其实呢我喜欢的是 照原文的是 Life Eternal 生命是什么生命 永恒 Life Eternal 因为他是先讲生命 然后这个生命是永恒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 Life Eternal 到底有没有是怎么来的 那怎么样在现在信了耶稣以后 每一天就在活 就开始这个 Life Eternal里面 活在这个永生里面 约翰文十七章 一开头的祷告 就把这个绝密的事情 就已经讲出太重要 太重要 太重要的事情了 今天我们在世上 不管就是说你的功成名就 多少的荣华富贵 到最后说实在 真的是连一个零都带不走 如果你一个银行 你账户不管有几十个零啊 反正你可以带走一个零 最少你还带走了something 问题是连一个零都带不走啊 所以说你如果错过了这个永生啊 你错过了这个 这个Life Eternal要给你了 你错过了 我跟你讲真的亏大了 真的亏大了 所以一生啊 最重要最重要知道有永生 然后有得救的智慧 要得着这个永生 Life Eternal 那耶稣说什么叫永生 就说呢 认识独一的真神 有没有 认识你耶和华神 你独一的真神 可是这个独一我等下会解 我过去有解释过 这个独一不是单一 它是合一 Heart Oneness Unity 就是合起来为一啊 这个意思 Heart就是耶稣 摩西的生命记里面讲的 以色列啊你当听啊 耶和华你们的神啊 Heart Yehovah 是合一的 是独一的 但是他又是合一的神 为什么 因为圣父圣子圣灵 是合起来是为一的 In One Unity 所以都认识这样的神啊 是独一的神 但是他是合一的神啊 而且是什么 并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就是并你所拆来的 Messiah耶稣啊 好每字都有意思 并且这个并就是说 一个头满的两面 你分不开来 为什么不分不开来 因为他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合一的 那个合一的 一个One Unity的耶和华神啊 所以呢 父跟子啊也不能切割 这我们才明白说 这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 所讲的 那一个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有没有 还有就是说 那个从天降下的人子 可是人就在天的 人子他在说什么 就是他在父里面 父在他里面 这是一个 耶和华 合一的神 神是独一的神 所以是认识这个 是这样的合一跟独一的神 然后呢 并你所差派来的 Messiah耶稣啊 这一体的两面 因为父跟子不能切割啊 都是耶和华 都是耶和华 那因为是这样子 约翰才跟我们说呢 凡认子的连父都有了 凡不认子的连父都没有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认识呢 那个字他就告诉我们说 怎么样活出这个永生 就是现在你就要开始跟这个天父 然后经过耶稣这道唯一的门户 然后呢怎么样 跟他们合一嘛 活出了这样子的那个认识 这个认识我们上次有讲Ginosko 希腊原文Ginosko Ginosko就是说 你有亲身的经历所产生的认识 所以我们说亚当跟夏娃 神把他们祝福他们完了以后 然后送入洞房 然后就那句说 那时候亚当就认识了夏娃 因为他们就有一个很亲密的 这个洞房花竹叶的关系 就那个时候亚当就Ginosko的夏娃 所以他这指的是一种 不是头脑式的 不是一个哲学性的一个思想 他讲的是一个person to person 一个私密性的 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单独这里 当中有交往有交流的 这样所产生的认识 就这样子 就好像说你可以去研究爱因斯坦 你可能研究他的相对率 你看不就看得模模糊糊的 但是呢 听说全世界了解爱因斯坦的 总共有七个人 到现在还是七个人的样子 可是呢 了解爱因斯坦只有一个 就是他老婆 对他老婆 I mean他老婆了解认识爱因斯坦啊 爱因斯坦屁股几根毛他都知道了 这个叫做Ginosko认识啊 跟我们其他表面上的研究学术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他太太的夸口啊 说唯一能够唯一真的知道爱因斯坦是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家伙的 就是我啊 这是意思Ginosko这里面呢他有讲到说门俗呢都已经领受了他的道 而且呢耶稣呢有讲说 他所那个传的道啊 他所的话语不是我的话语啊 是天父给我的是父你所给我的话 然后我原原本本 不添油加醋 也不打折扣 原原本本 层层实实 百分之百 纯净的 我就 传给我这些门徒了 因为这是你所给我的 所以说 耶稣没有凭他自己去创造什么 他自己的理论出来 他自己的话语出来 一切都从天父所领受 这个呢就是回到摩西的生命记忆 摩西已经遇早 他们以色列还没进迦南地给人家预告好的时候 以后你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呢 你们呢会因为呢 吃饱了 然后呢温暖了 然后呢你们就是会随从外邦的鬼魔 去行那些邪淫开始败坏了 可是呢 而且你们会背离我摩西啊 上帝亲口告诉我的话语 我也摩西也不打折扣的 原原本本 纯纯纯的告诉了你们 都在摩西五经里面 但是呢你们 当初也在西乃山下面也听了这些话 你们会背离这些话语 但是呢 上帝会再给你们一个机会的 然后你们会灭国 然后驱散到全世界当中 这实在太惊人 在摩西的生命记 摩西对境 生命记三十二章左右 三十二章三三都写清楚了 可是呢他也告诉我们说呢 但是呢还有一个机会 第二个机会 是什么 就是以后呢 耶和华神啊要在你们弟兄当中 已经到了某端最后是施洗约翰 作为耶稣的尼撒的先锋出现以后 耶稣就作为神的儿子 这一次呢是神的儿子自己把那个 父神的话这样子再一次的讲出来 再一次的教导出来 但是这一次呢你如果再不听的话 就没救了 再一次你再不听的话就没机会的 再不听种话就没戏唱 才明白说这个耶稣啊 这个父跟子是怎么样的合一啊 他也是一样的做一样的 原原本本的神给他的话语 他就释放出来 就是这样 他没有自己另立宗派 这就是耶和华春敬的话 那么呢再来呢耶稣会开始为门徒来祷告 而且很惊人他说我不为世界祷告 我们以为说哈 耶稣你不为世界祷告 Oh my god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全世界都服在那恶者的手下 全世界都在服在撒旦的掌控之下 所以呢可是他说什么 我是为了门徒们来祷告 为这个世界上面的那个愿意听从 亲信耶稣的人 愿意接受耶稣作为他的救主 并且得着耶稣所要赏赐的永生的 这一些人来祷告 他不是为整个世界来祷告 这个呢我们才明白了一件很重要的 耶稣在讲的那个天国的比喻 耶稣在讲的那个天国的比喻 讲的十几个天国的比喻 在马太福记载很多 特别有讲说为什么他要用比喻来讲天国 马太福有告诉我们说是因为 他要把那个用比喻的方式呢 用Parable的方式呢 把这个kingdom把这天国的mystery 奥秘要把它讲出来 这是从创世以来被封住的被隐藏的 但是耶稣借着Parable 把它给讲出来 那其中的一个一个比喻Parable就是讲到商人买那个 田地的那个比喻有没有 耶稣说有一个商人他就看到 那个田地有块田啊 那那块田地呢 里面呢 有隐藏的一个很重要的 宝贵的珍宝 有个treasure 隐藏在里面 珍宝treasure 隐藏在那个里面 人啊 他就很欢喜很快乐 他就把他所有的变卖一切所有 就是说他护上他一切生命的代价 在所不惜啊 就是在讲人子耶稣啊 他在这个世界上面 他看到了一块珍宝 是隐藏在里面的 这块珍宝是什么 就是你跟我 这一块珍宝 就是 父神要为他预备的心腹 父神的创世以来就已经要为他预备一个配偶 那人独居不好 我手术里面讲的 所以呢要有一个配偶 来跟他 在一起 所以说这就是 心腹教会 在这一个邪恶 污秽 不认识神 悖逆神的世界里面呢 里面有隐藏一个珍宝 是神在制作 圣灵正在工作 那么的这个珍宝呢 他是说 喔我看到了这个珍宝 所以怎么样 我买了这整个田地 我用我的宝血 买整个下来 买书这一块 整块整个世界啊 因为耶稣 他自己 有讲 解释说那个田地就是世界 买书这个世界是为什么 他拿到要这块地吗 他是为了那一块珍宝 而买书的这整块地 就好像当初 那个波阿斯啊 路德记里面那个波阿斯一样 波阿斯呢 他为什么 要去 就是路德的婆婆 拿奥米要卖那块地的时候 那块地不是单独卖 就说谁买那块地 你要把那个 那奥米的媳妇 因为他的那个丈夫已经过了 他的儿子们都过世 那么这个寡妇 你也要一起买过来 你不能只买那块地 一样的 所以呢 波阿斯他为什么要买那块地 他是为了要买路德 就是这个意思 他是为了路德 路德他买了那整块地 因为他要取路德做他的妻子 这样子 所以同样的耶稣呢 也是像他 在这样子的一个 里面 这种心理里面呢 这样的一个心意里面 他呢就是说 好 那么我不为这个世界祷告 但是呢 我为我这个世界里面 所隐藏的这一些的珍宝 这一些的门徒们 这些信徒们 还有将来要所信我的 我为他们来祷告 那接来第九节了嘛 对不对 那么是怎么样 这些人 这个珍宝就是怎么样 你所赐给我 他们本来是你的 他们是你的 本来是你的意思 一个天父 他呢在预备他的女儿 有一天要出嫁 给一个非常圣洁 非常合神心意的一个男子 一样意思 一个父亲 一样 他在预备他自己的女儿 然后呢把这个以后要匹配 给未来呢 一个即将出现的 这一个弥赛亚的君王 所以说呢 这个他们本是你的 可是呢怎么样 也是我的 为什么 因为是要赐给我的嘛 就好像Jack 娶了Annie以后 对不对 Annie也是他的嘛 那本来是 对 Michael 那个 对不对 他们夫妇的 女儿嘛 嫁给了Jack 那也是 Jack的 老婆 他们的女儿 Jack的老婆 都是他们的 所以说呢 同样的呢 就是说 所以呢天父呢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要来预备这个新妇 一直到长大成熟 毫无瑕疵 全心爱主 所以呢 要让这个新妇预备好的时候呢 来迎娶 这个呢 就是你们去看那个启示录第20章 最末了 圣经最后一句话 耶稣说我 就是那个时候圣灵跟新妇 都一起呼喊说 Come Yashua come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圣灵作证 说 我已经把 这个新妇 预备好了 She is ready 然后这个新妇呢 为什么跟这个 圣灵会也一起 跟圣灵一起 Cry out 说Yashua come 因为 新妇自己 也很有自信 他觉得他已经被预备好了 毫无瑕疵 毫无玷污 全心爱主 而且明白 神的荣耀的旨意 跟国度跟计划 She is ready 所以他们 圣灵跟这个新妇 两个 就好像两个见证人 Two witness 他们witness The same thing 同样的一件事情 他们 就这样子 见证出来 说 I'm ready She is ready 然后 Come Yashua come 就是那个时候 耶稣一听就说 哇 那时候天父一听说 She is ready now Go get him quick Go get her quick 马上下去 把她带上来 就是那个moment 耶稣说 我必快 看哪我必快 一听到说 She is ready I'm coming now 就是在那个 圣经的最后的一句话 所以呢 接下来啊 他说 重庆以后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我往你那里去 我也往你那里去 是回到父那里去 因为是 猜他来的 就像我讲说 他的创世以前 他就已经与父同在 然后呢 创世以后 四千年的时间呢 在天上降悲 然后呢 检查的四天 没有瑕疵 不像撒旦 在那边呢 至高至大 然后口中有诡诈 没有 那个耶稣那四千年之下 在天上 也是这样子谦卑的 然后通过那个检验 四天就是四千年 然后呢 把他派下来呢 当育月节的羔羊 所以这才有那个资格做育月节的羔羊 所以呢 大家要回去 这句话就很惊人了 他说 圣父啊 求你以你的名 就是你所赐给 我的名的能力保守他们 使他们合合为一 像我们一样 你如果去看合合本 你看不到这样子的经文 但是呢 那个我查了 NIV NASB 还有其他的好几个英文版本 King James里面没有 但是其他好几个版本有 那我这张NIV 看喔 这里面就是 Holy Father Protect them by the power of your name 这说法说根 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Yahhova 或是I am 对不对 I am 我是 I am 你的名啊 天父你的名 然后什么 The name You gave me 就是你给我的名 在这个约翰福音17章 祷告里面在 偷偷的告诉我们说 我的名就是天父 天父的名就是我的名 我们两个是同一个名字啊 Oh my God 有这样的事情啊 所以难怪这样我们才明白希伯来书里面讲说什么 为什么耶稣呢 他是 比那个天使所有的受造的天使都更尊贵 因为所有受造的天使的名是天父给他们取他名子的 今天取一个一个取名子 给他们 可是呢 耶稣的名啊 耶稣所承受的名 那个承受是什么 Inherit 承受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我这是 是那个Paul 1 对不对 我的儿子叫Paul 2 我的孙子叫Paul 3rd Paul 2nd 123 这个名字 是这样继承下来 Inherit the name 继承下来 他是承受的父的名啊 那这个是怎么解释 好 那我们现在往下 这一句的进入是怎么应验 当场应验 那么我们就来查考一下 就说 圣父啊 求你 因着你的名的能力 那你的名是什么 那我们就要回去看那个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里面的荆棘篇 那个时候摩西看到 烧着的那个荆棘的 火焰在那个荆棘里面 又没有把荆棘给烧毁掉 所以呢 摩西就 很好奇的就上去看 然后呢 里面就有声音跟他讲说 把你的鞋子 拿下来 因为你所占的是 Holy ground 是圣地 他那个时候呢 神就差派 他要去把以色列人 带出来 可是呢 那个时候摩西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说呢 你只告诉我说你是 亚伯拉 以撒 雅各的神 那就是全能神 El Shaddai 全能的神 可是 你没有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今天就要去跟法老讲 全世界最有威权的 最有威士的君王 然后呢 要去跟这些 几百万的 这些以色列会众们讲 说呢 那个亚伯拉罕的神啊 要告诉我说要把他们带出来 他们说 那这个神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回答 摩西都问了 很重要的就是 What i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 神就跟他回答说什么 我是自有永有的 有没有 我们河本叫自有永有 在希腊文的翻译 叫做 I am Ego and me 就是 然后I am 这个I am是永恒式的 永恒式的 I am 那么就是 我的名字叫做 I am 所以他后来就跟 摩西讲说 你去跟法老讲说 I am差我来的 叫我 跟你讲说 让这些百姓 离开 让我的百姓们离开 好让他们来敬拜 所以是 I am 这个名字就是I am 那或者在希伯来文就是 耶和华 耶和华 I am 因为希伯来文里面的 耶和华呢 他刚好是 哈耶和卫耶和卫 就是 那个M Being 我式的那个 存在那个 动词的 三个时代 过去式 现在式 跟未来式的 结合的 缩减起来的 那个动词的三个 不同时代 把它缩减 缩写起来 就是叫 耶和华 那所以为什么在 那个希腊文翻译成 I am 我是 中文叫做 我是自有永有 所以这个名字就是讲 I am 那么I am 然后呢 大家 记得刚刚耶稣那个祷告说 因着你的名 就是用你的名的能力保守他们 你的名 那就是什么 你所赐给我的名 所以 你所赐给我的名 大家都知道他 那个天父赐给耶稣 叫什么名字 就是耶修啊 耶稣嘛 来 就是他 玛利亚要怀孕以前嘛 上帝就把加百列跟他说 你要把他取名叫做 耶稣嘛 耶稣啊 到底这两个有什么关联性 那你看看 所以 那个时候就说要把他取名叫耶稣啊 那各位 我们就把刚刚的约翰福音时期上刚刚那句的祷告再把他还原一下 Your name 你的名 然后呢 是什么 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名字拼在一起 I am 然后呢 后面那个名字是什么 你所赐给我的名字是什么 耶稣啊 喔 各位 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旧约新约啊 一气呵成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 I am 耶稣啊 我就是耶稣啊 各位你心脏现在有没有跳得比较快 有没有 你的整个属灵的神经有没有全部被燃烧 振奋起来 I am 耶稣啊 他是谁 I am 耶稣啊 喔 我跟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 所以耶稣使用这个耶稣啊这个名字 I am 耶稣啊 神的名啊 而且是完整的 一个 Statement 一个宣告 I am 耶稣啊 这样子的名保守了他们 没有一个 受到损伤的 每一个都好法无伤 可是 他这里面讲说 我也护卫了他们 但是呢 这里面会有一个 会 一个就是灭亡之子 除了这一个外 没有一个灭亡的 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 等一下大家注意这句话 经上的话得应验 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 马上应验给你看 首先呢 怎么样应验 你看 约翰福音18章 第3节 所以耶稣做完了这个祷告以后 不是到克星马里祷告 然后呢 这个祭司长文士们 他们就派兵丁来逮捕他了嘛 然后那个出卖他的 犹大领队 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时候 他们这些 这个圣殿的这些兵丁 士兵们 带着夹枪带棒的 火把兵器 哇 什么都来了 就来到这个克星马里祷 那个时候耶稣啊 耶稣有的 很害怕躲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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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怕我怕 有吗 没有啊 这里面第4节讲成就 耶稣怎么样 耶稣走出去 面对他们 这一大群的 要来捉拿他的 执政的掌权的这些士兵们 还有要出卖他的一大 他就问一句话而已 你们找谁啊 难道不知道吗 耶稣难道不知道他 他们要找他 干嘛还要问 你们找谁 我们看下一句 他们就回答 找拿撒勒的耶稣啊 耶稣啊 耶稣说 我是 I am 这个合合本里面 就照那个 King James里面 那个旧 我就是的旧是没有那个旧那个字 就是I am 所以说 耶稣啊 他们就回答说 拿撒勒人 耶稣啊 要讲耶稣啊出来 耶稣就说 I am 是不是 回应刚刚我们 约翰福音实习章说 I am 耶稣啊 我用我的名 用 你的名的能力 就是你所赐给我名的 耶稣啊 这个名 可是这个名又是 I am 所给我的 又是 I am 耶稣啊 父跟子是合在一起的 这个名 耶稣就故意挑战他们 你们要找谁 让他们口中 讲出来说 拿撒勒人 Yashua 然后他就说 I am 所以之前是 I am 17章 的祷告是 I am Yashua 后面是 Yashua I am 所以那个从他的 这个万有的主宰 那个神子耶稣里面 口中宣告出来 那个神的名字 那个神的名字 就出来了 当场出来 他们怎么样 往后 撲倒 不是往前倒 是往后倒 往后倒 然后好像被钉在地上一样 那时候彼得啊 赶快拿了一把刀子 本来要把 大祭司的仆人给杀了嘛 彼得的刀法不太准 只削掉他一个耳朵啊 耶稣呢 还去把那个耳朵 捡起来怎么样 把它孵上去 然后医治了 那个仆人 但是呢 那个时候呢 他们因为全部 后来他们全部都在地上 起不来啊 起不来啊 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 我再问你们一次啊 你们要找谁啊 然后就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就是 那我是 I am 所以 就我一个 其他的跟随我的这些众门徒们 You have to let them go 你一个都不准碰 你知道吗 他们 是因为经历了这个耶稣的大能 约翰福音17章的那个祷告 当场应验 呼 下来 那个能力 他们就 钉在那里不能动 然后因为这样子呢 他们就不敢 去 逮捕那个耶稣的其他的门徒 不然你想想看 哪有说呢 给逮捕了他其他的这些 一级的门徒们 不把他们一网打尽吗 没有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让他们走 就是这样 因为如果他们 不愿意的话 我相信 他们到现在还会在那里 起不来 因为神的名的能力嘛 就这么强嘛 其中除了一个灭亡之子 没有一个灭亡 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 大家记得吗 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 其实啦 如果去查了旧约 你只查到那个灭亡之子 灭亡之子是有讲到灭亡之子 那个他要出卖耶稣的 那么他会灭亡 可是呢没有讲到说呢 其他的门徒啊 被保守 旧约你就查不到 所以这里面很奇妙 就说约翰在写这个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 为什么说这个新约也是圣灵的感动写的 因为他说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 约翰他在写的时候可能自己就不晓得 以后他写着他这个约翰福音17章 跟其他的新约里面所有的这些书信 所有的经文呢会编串起来变成新约 也是当做神的话语的一部分就约新约 严贯起来的一个部分 好让经上的话得应验 结果有没有应验真的应验 就是当晚就应验 这里面更惊人的啊 我跟哥哥讲 不是拿撒勒人啊 还有非常非常非常 核子级的炸弹在这里 今天大家要得着这个核子炸弹 不是说拿撒勒人耶稣 我为什么不是拿撒勒人 而是拿撒勒也属这一字之差差之千里 差很远 听我慢慢讲 首先呢我们要看马太福音2章23节 到了一座城 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 这要应验先知所说 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这个是明明白白写在那个马太福音这个文本里面的 可是呢你要去找旧约说到底在哪一个地方 讲到说弥赛亚有这个预言吗 说弥赛亚要称为 拿撒勒人 我给你讲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那找不到就是找结果 那这样子问题来的都圣经里面出了错了嘛 不是说圣经都是 字字句句都是圣灵感动 说显示神的呼吸 绝对是就是无懈可及的吗 怎么会找不到 那么这里我就跟大家介绍这本书 这本书呢就是那个 马太福音的希伯来文 Hebrew Gospel of Matthew 那这个是由那个George Howard所翻译的 那我们再往下 这个是在那个公元十四季 的时候 被找到的一个 我们下一个slide 大家看一下这个Shemtov Shemtov这个人 这个Shemtov这个人呢 马太福音的希伯来文的操本 根据这个翻译的人 现在翻译的人把希伯来文翻译成英文 这本书你在亚马逊买得到 4.6颗星的评级 那么这个George Howard他就讲说 照他自己的研究 他的in my judgment 我自己的判断 他这个Shemtov那个马太福音他说那个不是 从那个拉丁文 或是希腊文所翻译过来的希伯来文 而是他是 从他们世世代代以来 从他们犹太人自己一直一代一代信耶稣 传下来的希伯来文 为什么他讲因为那里面许多的语法 还有许多的那个 惯用的犹太人的那个 成语 那些呢 只有那个 在希伯来文里面 你才会看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 因为有这一个的出现呢 才解开了我刚刚上前面讲的那个遗团 到底圣经出的说 是什么 到底 旧约的先知预言的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和子级的 一个那个 耶华荣耀的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奥秘 要了解这一个 Naser 拿撒勒 他的这一个 他的重量 跟他的张力 跟他的重要性 以前 我们要先研究 旧约里面 讲到米赛亚的四个面向的预言 然后呢再从这个四个面向的预言把它综合起来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那那个人是谁 还是是四个人 各位想想看 你如果是活在那个时代 很紧张啊 你知道我们现在是 已经一切事情都发生了 我们是在 好像看完电影 看完了电影知道那个 前因后果啊 怎么发生的 我们有个比较 全盘的一个料理 你如果在那个时代 哇这个很多的事情 还在一个moving chest 好像旗盘都还在洞里面 你知道吗 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当中 还在应验当中 到底这怎么对位 看喔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 第一个呢我们就看这个 耶利米苏23章第五节 这里面全部 都是他都用一个字 他们英文的翻译 都把它当用branch B R A N C H 而且那个B都是大写 看那个英文的版本里面呢 如果看到那个branch 那个B是大写 那个都是紫米赛 就他们已经都 一早就明白了 说呢 这个呢是在讲messiah 所以就 特别用大写 B branch 那么所以这个叫做messiah经文啦 就是指着未来的 想要出现的messiah 所写的 的预言啦 那这里面说日子将到 什么 我要 兴起一个 描迹 这个branch says the Lord I will raise unto David a righteous branch B R A N C H 就在这里 这一个是大写人 B有没有 那个呢 就是说本来的翻译做苗印 苗印有没有 苗印有没有 王有没有看到王 King 所以呢 第一个 messiah的 第一个面向就是King 王啊 长王权嘛 那谁长王权就是King 才长王权 所以君王 这是第一 第二个面向 第二个面向 出现在撒加利亚书的三章第八章 大祭司约书亚 你看坐在里面 成同伴多应当听 我必施我什么 仆人 大卫人 苗印 有没有看到苗印 branch 一样 所以 my 英文里面 my servant the branch 有没有看到 是吗 这个branch呢 这个彼赛的第二个面向 就是仆人啊 servant 仆人 第二个面向 第三个 第三个 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节 万君之业 如此说啦 看啊 那称为 大卫苗印的 那个苗印 又是branch 大家看到 behold the man whose name is the branch ok 全部都大写的 来 他要干嘛 他要建造圣殿 所以 米撒达是要建造圣殿 圣殿会就被开启 anyway 那这里面呢 我们的这个中轮版的 就 就刚好的漏掉那个很重要的字 这个神啦 the man 神啦 有没有看到 再看一次喔 behold the man 有没有看到这个 the man 看那人啊 意思是什么 他是人啊 他就是人 难怪耶稣就说 son of man 可是那人是什么人 那人呢 就是 the son 大家仔细听喔 the son of David 人子 對不對 人子 the son of man 那 the son of man 那个人的 子孙啦 那那个人是指谁 大卫苗印 所以呢他是什么啊 他就是大卫的子孙嘛 这个迷赛还是要从大卫的后裔产生的 son of man 他是一个人 喔 这是第三个面相 OK 君王 仆人 欸很清楚 君王仆人 然后人 而且这个不是普通人 还是要从大卫的后裔出来 the son of the man 大卫的后裔 son of David 这样子 好那往下 更神的 这是第四个经文 你看 以撒书到四章二条 到那是 耶和华 发生的苗 bridge right in that day the bridge of the 耶和华 耶和华的苗啊 那是什么意思 就好像大卫的苗印一样啊 原来这个弥赛他还是神子啊 他是耶和华神的儿子啊 the bridge of the whole world 所以呢这四个面相 好我们再往下一次来 所以这哇这太经人了来 什么可能一个人 同时又是君王 一个人同时又是仆人 然后呢一个人他同时又是仁子 又是大卫的后裔 然后呢他又是神的儿子 这种事情 如果不是上帝告诉我们 如果不是借着先是这样子的巧妙的 这样精密的 事先写下来的事先日时的时空当中 这样进入音乐的话 你跟我怎么信得了 我们一把我们脑袋都要想到有的人都想 想破了都想不出来的事情 这样神圣 这样荣耀 这样的奥地 这个难怪以西节啊 大家记得以西节啊 他就能看到那个四佛物 就是神的那个荣耀离开那个圣殿的时候 他看到那个四佛物 那个四佛物怎么样 那个四佛物有人的形象 而且呢他那个 这个什么形象 就是天使啦 撒拉佛天使啊 然后呢 OK 这个是我在网路上找到 我觉得他这个蛮传神的 然后呢 这个四佛物 每一个 都有四个脸 样子像人啊 可是哪有四个脸啊 你说以西节啊 或是一个汉堡 或是以撒 他们看到那个 在神的宝座 看到这样子 全部都吓死了 我们哪有 看过这样子的 creature啊 然后牵 然后四个面相 有没有 一个是什么 人的脸 人就是我刚刚讲人子 右边那个是狮子的脸 野兽世界来讲是万王之王啊 对不对君王啊 狮子就代表君王啊 牛啊 一样的他的比喻就是 屠仁吧 在东部里面是屠仁嘛 伊狗虽然他的竹巢啊 是竹在那个悬崖高地 那个地方 但是呢 他不是一直都站在那里 他最长最长的时间 他是在天上 就在那个高空啊 最高的高处 他的张开的翅膀 就是在那里面 汽油里面 他就张开翅膀 就在那里翱翔 他整天就是这样 他是居住在天上的 他是属天的一个生命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代表说呢 那个神的生命 所以呢 为什么他会有这四个面向 就刚好 符合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君王 仆人 还有那个人子 还有神子 这四个面向 也这样子呢 我们才能够精准的 跟这个四福音师完全的契合起来 对不对 因为四福音书的 马太福音讲 就是在描述耶稣是君王 就是这四个面向 尤道是 第二个马可福音 就是在描述耶稣是君王 就是仆人的这个面向 就是这个牛的面向 第三个就是 耶稣是那个人子的面向 是什么 路加福音 人子的面向 然后第四个是什么 就是这个老鹰啊 天上 是吧 约翰福音 所以约翰才讲说 我为什么写这个约翰福音 好让你们知道 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 哈利路亚 所以这个你就看到 整本圣经这样子 千年来 几千年来 所有的精准 一百万只的蚂蚁 全部精准到位 到位一只 也没有缺少一只 也没有站错位置 无懈可及 神的话也就是 叫无懈可及 超越时空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你存在这个世代 哦 这个实在是有够 红尾的 这个实在有够 眼花缭乱 这实在有够 超乎我们 这小小的脑袋 刮 里面所能想象的 手 到底是四个弥赛亚 这四个面相 到底是四个人还是一个人 到底是怎样 这个就是为什么 NASHA 这个字非常重要 为什么NASHA 拿上了 这个字 如此的重来 解答的 毫无疑问的 铁钉钉钉下去 OMG 这四个BREACH 就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 我们看这段经文 以撒书11章第1节 从耶稀的 避发一条 从他根深的 枝子避结果子 这一个枝子 你就是 那个NASHA 在这个史特朗经文 H5342编号 NASHA 从他根深的枝子 那个枝子 我们就现在就直接直接 直接用NASHA 拿撒勒 来撒勒 拿撒勒 避结果子 从耶稀的图 那现在重点在这里 所以说 到底什么叫NASHA 这是一个 西坡来 以色列农业时代的一个术语 你现在明白什么叫NASHA 才明白 那个刚刚所讲的四个边讲 的那个经文 还有以撒书 到底在讲 才知道 那个为什么 那个 他们要逮捕耶稣的说 我们是要找 The NASHA 耶稣 耶稣说 I AM 内行的 看不到 外行的探论 现在大家都已经内行 现在都可以拿着佛 那个佛 佛城 MASHA 就决定实施 就在这里 这个属灵的战场 刀光协领 是非常真实 当高峰红 The NASHA 我们往下看 第1撒书11章 第1节 怎么叫NASHA 这个叫NASHA 各位你现在到以色列去旅游的时候 一定不要错过这种场景 就是说特色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 那个拍的 这里面呢 大家看不太清楚 但是这里面就是 直接就引述 用希伯朗引述 以赛亚书11章11节 那个NASHA 刚刚所读到 那么为什么呢 他在这里呢 要用这个 经文的告示牌放在这里呢 因为 这个 就是NASHA 这个 就是耶稣的 那个Stock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一棵橄榄树啊 已经死了 只剩下这一个 Stock 那个 蹲啦 我中华翻译做蹲 或者那个Stock 就在这里 表面上就死了 大卫家的王位断绝了 上帝不是跟大卫说 你的后裔 里面要一个王永远做宝座的 神的国啊 不接了 王位断绝了 没死看啦 可是 就从这一个耶稣的 枯干的橄榄树 你看他表现上死了 但是他的根在下面是往外跑 距离这个 这个死掉的树干 一段距离 比如说50公尺 或是30公尺 然后呢 这个根呢 又爆出来新的 枝条 这个叫Mesh 可是他不是单独的 他的那个 他是怎么来的 他是那个根是连于地下 从这个枯干的树干 表面上看起来树干的树干 那个根发生出来 这个叫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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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这个Myssal 刚刚讲到那个四个面相啊 为什么是同一个人 因为 因为这四个面相 讲到这四个表面看起来 四个不同的人的 表面上性的各自冲突 比如说君王怎么可能就是屠人 很难想象啊 可是耶稣是君王又是屠人嘛 他就在 他就在 最后晚上 耶和尔汉 幅律十七章 最后晚上的搜索做祷告啊 耶和尔汉亲自记载啊 耶和尔汉有相亲啊 门徒都塞了啊 来 他把衣服给脱了 做什么事情 拿着他脑筋 怎么样 为门徒洗脚啊 而且他洗脚以前 耶和尔汉还特别 就看那个药徽 特别讲一句话 耶稣知道万有都已经交代交通在他手中 天赋已经把万有都交在他手中了 他是有万有之存啊 宇宙万王之王万有的主宰 就是要尊贵的身份 他确信了 万有都交代他手 那个时候他才脱衣服 然后呢 那个拿着毛巾呢 做这个最卑贱的仆人的角色 如此荣耀 可是呢 又如此谦卑 两个个性 在他里面调合的完美如切 太美了 我们耶稣实在太美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各位 我们当基督 你说你明白 你会被耶稣迷倒的 OK 你会被他迷倒的 没有众人啊 我们的神是这样的 那么像这样子 所以这个 所以说这四个 但是他们是怎么样 四个不同的面向 可是他们都是共同的面 是什么 从耶稀的跟出来 就是说呢 我们都知道耶稀是那个大卫的 爸爸 对不对 大卫的爸爸 对不对 然后那个 那个耶稣呢 是那个大卫的 后裔 后裔 好几代以后 产生的这个 这个事 所以他 讲得很轻松 虽然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王位观点 但是呢在以后遥远的时间跟空间 会 必然出现 这一个 National 那这个National呢 他的根呢 还是连于 是从耶稀的本 说出来 It's common 那这一个就是 这四个 弥赛亚的面向的 共同的特征 跟他共同的出生辈子 所以因为这样子呢 就把 这四个不同的预言 把他绝固串联起来 同样一个人 那同时呢 我们也就看到 同这些的预言 也真的同样 应验在 单独的 白出白的 没有打车够的 应验在耶稣身上 所以耶稣真的就是神 耶稣呢就是神子 然后耶稣就是 错不了 一点都错不了 我们这个信仰是 这种根基 是不可撼动 天地都要过去 神的话 不可撼动 这样子的一个真理 注释跟根基 让我讲 那这个National还更厉害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刚读到 以撒书11章第1节 紧接着第11章第2节 讲什么 所以在这个National的身上 神的七灵啊 耶和华的七灵是居住在他身上 以他为居所啊 第11章第11节的 前面那一节是讲到National 耶稣的本 从耶稣的本 印发一条 那个National 然后这一个National会怎样 第2节 马上就讲的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 住在他身上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他为居所 以他为圣殿 耶稣就是一个行走的圣殿啊 神的灵就是完全的 无限量的就居住在他里面啊 他就是一个行走的圣殿 所以耶稣才会讲说 要上十字架以前 跟法医生挑战啊 所以说 你们把这三天圣殿 才有三天偶尔要把他建起来啊 因为他说他只拿这个圣殿说的 凭什么说这种话 以撒书啊 一早就有以撒书十一章第2节 对他作证 耶和华 你就是以他为居所 以他为圣殿啊 然后呢 神的七零啊 神的七零啊 有哪七零啊 你如果看到以撒书十一章第2节的时候 一直找到六零啊 没有找到第七零 那我去找的那个 Sactuogen那个希腊文的 其实是一本 文内中语 有七的 所以我就把他加上 列起来 大家一起讲 神的七零啊 从这个智慧这边开始讲 123 智慧 聪明 谋略 能力 知识 敬畏耶和华 敬与前 总共神的七零就是七零 那么在这里面呢 大家看 这个智慧的零啊 大家都很清楚 聪明的神到聪明的聪明的 聪明的人就是说 一听就懂 一看就明白 那个叫聪明 Quick to understand 可以很快的穿越事情的表象 很快进入核心的 有些学霸就是这样 你就看到没在读书啊 怎么翻两下 然后我那边苦读苦乐 那么久 那个成绩比较差很多 因为他有那个 聪明的零啊 就要大理你上一致免三一 那个understanding quick 启示跟聪明的零啊 那个spirit不得了啊 聪明的零啊 quick to understand 谋略的零啊 strategy是讲究策略 传福音 哪有那么好传啊 这样的比赛也有那么好传吗 对了在这个 魔鬼掌权之代里面 神的国要在这里进来 跟撒旦的进行 这样子的决定抗争 有那么好做吗 当然要谋略的零啊 strategy要讲究strategy的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 要有能力啊 power 你有strategy 你没有能力 去把它执行出来 就好像叫一个警察 你有这个徽章 就是警察警察 他不是看到警察就怕你 这个警察 那个吃的肥肥胖胖的 就跑又跑不动 所以你枪法又不准 所以你怎么执行 所以你还有这个能力啊 能力的零 应该还有个power 把这个执行出来吧 然后还有knowledge 知识的零 知识的零什么 知识的零什么 我知道怎么做这件事 每一件事情 都有个零号 我会掌握到那个零号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 敬畏耶和华 这个是最好的 敬畏耶和华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 敬请 敬请 我就是只想要跟神一样 我只想 我的心里面 只愿意想要跟神一样生气 我恨不得可以拖 拖去 所有的这些 世界上的残忍 自己内心的 这个罪的勾引啊 还有过去人生的这些转作啦 我恨不得能够拖去 我只是 只是想要像神一样的圣经 这种敬请 过这样的敬请 这七个人啊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 在你那个Nazel的身上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七十四一本啊 刚刚算一算就是有七个人 就在突然从这一本 好我们让一下 但是不只是神的欺灵 还有神的欺言 在这个Nazel的身上 往下 往下 神的欺言啊 因为我们刚刚读到那个 撒加利亚书 那个branch 是什么 仆人 我的仆人 那个branch 蛮修的 就是那个经文 可是呢 第九节 紧接着又讲什么 这一个仆人啊 这个弥赛亚呢 他的同时呢 是一块耶和华神 亲手所雕刻的石头 The Rock 这块磐石啦 The Rock 这个Rock呢 是由 耶和华神亲手雕刻 神在沙拉雕的欺言 神的欺言在上面 辩查全地 所以我们讲 所以你知道这个Nazel的来力不得了在我们讲 所以难怪耶稣在马可福音 耶稣就指着 这些法律上人的讲啊 马可福音 那个十二章啊 耶稣就跟这些法律上人 你们说 圣经上面写的 将人所弃的石头 已经做了仿角的头块石头啊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 看为稀奇 你们没有念过嘛 耶稣就是引述我刚刚所讲的这个经 他就是那一个Rock 可是呢就是被这一些的领导阶层 那时候当时的领导阶层 把他给弃绝 但是神把这一块所弃绝 他就调配了 有神的七年跟神的七年的 神的说我没有进了 这一块是我所拯选 是你们所弃绝到我所拯选 我把它作为 我的教会的Foundation stone 我的教会 这是住室啊 跟基室啊 Foundation stone 不是房顶 是房顶 Foundation stone 那个基础的那块石头 一切都要连着那个建造 除了那灭亡之子 没有一个灭法 有一个 他的名号叫做灭亡之子 灭亡之子这一句话 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讲的 我们看一下 灭亡之子啊 那个字啊 Sundle prediction Prediction这个字啊 金六八四这个十号这个编号 这个是就 是叫做完全摧毁的意思 他的那个念法就是 Aporea Aporea Aporea是对照的 启示录第九章 第一节跟第四一节啊 那个时候啊 在末后的三条道 敌基督的 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呢 那个邪魔的 军队也出现 邪魔就从五顶坑上来啊 而且呢 那你们五顶坑的 第九章十一节 启示录 有五顶坑的 座潮王 安泽西伯来 化的叫做 亚巴顿 造的 那个希腊文啊 名叫Aporea Destroyal 毁灭着 敌基督 所以 这个 犹大 最后耶稣在讲话 不是随便讲的 他的 约翰十一要讲之后 已经指认出来 那个败他的 云大 里面是什么 就是敌基督的 你就是敌基督的 这样记住他的身上 The same spirit The same spirit 那这个就是 Aporea Destroyal 摧毁者 然后呢 再来就是 17章13节 我 现在往里拉去 我在世上 说这话叫他们心里充满了喜乐 为什么 我们知道他到赴内郡 还要再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 把我们给复活了 把我们复活了 我们就跟他有永远的平战 所以呢 我们会有一个满足的一个喜乐 接下来呢 第14节他讲的意思是说 那个世界 我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世界胜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 那其实更好更精密的翻译是 我是怎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他们也就跟我一样 怎么不属于世界 我如果是 百分之百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人徒 也是一样百分之百 不属于这个世界 怎么样撒旦在我的里面 完全没有 我里面 这个世界在我里面 没有任何的地位 他没有掌控的任何的地位 同样的我的额图里面 也是一样 世界在我里面的所有 然后呢 这个撒旦也是在我里面的义务所有 我怎么不属于世界 他们跟我同样程度不属于这个世界 然后呢 求你用真理使用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我们就讲过 你用真理使用成圣的意思 都把它分开了 从世界上这群羊 讲像是羊一样 对不对 好像雅客在牧羊 对不对 有拉拉班的羊 那个黑色白色的 还有呢 雅客自己的羊 生出来的是有斑点的 白色黑混杂的上面有斑点的 他要把它分出来 这个是属于我的 属于雅各的羊 耶稣的羊就是雅各的羊 因为雅各的羊上会字典他的 那个 超自然的 超空间的基因生出来的 才有 才会长出来的 黑点白点都混在一起的 所以是雅各的羊 他说他是草场上的 是世界 他把它分啊 耶稣也说要分嘛 对不对 所以耶稣他马太神 就是他回来的时候 他把山羊跟别人分开来 照样分啊 分别出来 这一群是属于我的 好 那结果说 一样的 就因为 我们有这些神的真理 我们就 愿意相信 而且因为这样我对他的真理 好像水王洗净的 一样 然后呢 我们就被从安全世界 分别出来 然后呢 分别为圣之寸 就是预备要做神荣耀的庆 行他荣耀的旨意 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这个叫做分别为圣 再我来 这里面呢 使他们都合合为一 然后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在我里面 那这里面 教室可以信你拆掉我来 所以这里面又有讲到 我刚刚跟你讲 那个 以色列亚一丹天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是 耶和华是合一的 所以为什么这里面 他能够为他们 来求合一 为我们来求 为他的教会来求合一 合一真是有多困难啊 对不对 众目者都知道啊 多困难啊 那这样怎么样 想能够合一 就是要好像 父跟子 子跟父那样的 合一啊 这样子就可以合一了 怎么做到 就是那个 耶稣呢 以后他住到 耶稣的灵啊 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 住在里面 因为耶稣跟父是合一了 他住在里面 然后我们又跟耶稣合一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合一 这样子 这是他的祷告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也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为 向我们合为 我一直在想 第22节 你所赐给我的 我会去赐他们 到底什么时候赐给 给这些门徒这个荣耀 是什么时候赐给 是什么时候 我想来想去 我想到的一个是 就是我刚刚讲的 耶稣啊 万有都 在他手上的时候 他就知道万有都赐给他的时候 他脱下衣服 为了你洗脚 我相信 只要我们啊 我们只要是被耶稣洗过脚的 被万王 是想像荣耀的 君王啊 弥赛 把我们洗过脚 就可以了 没什么好争的 没什么好争的 在这个之前啊 仁徒们 还要争啊 对不对 耶稣说我要上施架 他们还要针哪边 我要坐你的右边 坐你的左边 针台车里两边还能吵架 两边 坐那位置 你们坐去 那我坐哪里啊 来 但是 耶稣最后 脚一洗 而且彼得说你不要洗我的脚 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 你是我的肤子 耶稣说我如果不洗你的脚 你就跟我跟他一起洗 那彼得说 那这样我一头腰要洗 耶稣说不用 洗脚就不用 因为 歐巴人的道 已经把你身体洗净了 但是呢 你们在世界上行走 展展世界的这些洗 对世界的影响 只要把这个脚底 你们洗过脚了 脚底一洗就可以上脚睡着 就可以躺在我身边 你知道吗 就全然跟我了 所以说我相信 他们被这样子的荣耀 君王 君王给洗了脚了以后 我买吧 已经 合一了嘛 为什么我真的吗 赐给了他们 这是在一个谦卑里面的荣耀 使我可以 我再讲一次 我相信就是 在这种谦卑里面的荣耀 使我可以 当我们领受这个时候 好 我们下来 那这里面我就解释一下 希伯来语文了 刚刚那个生命记 我既然听到生命记 那个H259 这个编号 以色列亚你当听耶和华你的神是 耶和华 独一的神 但是他又是合一的 所以那个耶和华就是这个字 独一合一就在这里 A号 那A号大家注意最重要的就是 United United 那as one 不是只有数字上的e 而是united into one 这个unit 那也就是这样子呢 我们才明白因为他回十章三十节 耶稣为什么讲说 我与父 也唯一 这个让我们过去没有办法 搞来搞去搞不懂的 这一定要到生命记里面 因为荣耀的a heart 这个合一的unit 这个世界中有 在魔鬼所掌控的世界里面 没有的 找不到的 堕落的世界里面 只有从完美合一的神 才能够有这些heart 追求合一的 这是他的本性 所以这样子呢 是从神来的 那就因为呢 我们这些 耶稣的门徒们 这些神的家庭 属于家庭 有这样子的heart 这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 所以呢 世界上的一看 这我们的世界是没有 这种unit 我们的世界是没有 这种heart 所以就会相信说 哦真的 这个就是耶稣 你们 真的是 我们就相信说 真的是天父 拆了耶稣来 然后耶稣把这个 坐在你们的身上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 我们也相信了 真的是天父拆了耶稣 来做成 好那我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